终于忙完了博物馆开业 我们要继续上路旅行了 时隔了整整一年 活在云南 再度重启 这次我们要走的是 非常丰富的 滇松线 现在就出发 感觉已经好久没有在这个院子里 给你们拍视频了 而且就是上一次 我们站在满满的这一堆大包小包旁边 感觉也是很久以前的 可能应该是有一年了 来介绍一下我们为了这一次的长线旅行 进行的装备吧 大箱子的美衣服 装箱子装着生活用品 小箱子装着设备 然后还有无人机啊 什么银台啊 零食饮料 然后那边是背包 还有生日我送给Roy的包包 所以基本是带上了 全部在路上的家道 虽然我们的博物馆 现在是一个刚刚开业的状态 但我们就是毅然的抛下了 所有的员工 所有的工作 这次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 很特别的 变化 不太特别 只是一个变化而已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变化 我们出去就知道 好 那出去以前 再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 你今天的精美的装扮吧 毕竟在出发前已经搞了 随便装扮一下 整整一上午一直在选衣服好吗 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嘛 然后我们的目的地是昆明了 所以就是稍微都市休闲一点 整个就做了一个 夏日的甜酷辣妹的餐单 嗯 行了 那现在不就进入到了 我们经典的 若宜往外搬行李的环节了吗 不瞒你们说 苏贤我的行李不够重 还又带上了整整 这一个蓝包的各种饮料 大家看到了吗 这辆车牌号是 遥臂 这是一辆来自大连的车 这就是我们本次旅行的特别之处 我们也是有车一族 我们也是自家达人的 十年前的老车 这台车是 瑞里的家里的车 然后专门从大连运过来的 这辆车它有一个名字 它的名字叫做 小智 对 就是我们旅行的新伙伴了 对 为什么 有的人坐上了车 却还没有出发呢 因为我们的车现在 特别的热 然后呢 这个车 也不能说它老吧 也不年轻就是了 就是没有什么 那种能提前打开 空调降温的功能 所以现在整个里面 就像蒸笼一样 我们俩进来 敲烫拿 现在就在等着这个车降温 该有的都有啊 它也可以播音乐 然后也是有空调的 然后这个 刹车油门也都齐全 我觉得我们这一辆车 能带着你到处去到想去的地方 它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了 对 应该是从我们辞职开始 最长时间的停止 最长的一次停下来 因为一直在博物馆的 开业准备走不开 然后怎么说 这次出发就是一种 有点激动 但是有点紧张 很陌生 很陌生 是 正是这种感觉 就是让我觉得 必须得走赶紧走 要不然的话 你就彻底忘记了 就忘记了 会不会 然后就转变了生活方式 我很怕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 尽管我们的博物馆 其实这两天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没有弄完 但就是要放手了 对 好吧 别人们 你们加油 哈哈哈哈 我们也没有办法 陪你们一辈子 哈哈 就交给你们了 然后我们就是 要重新找回 在屋上的感觉了 而且我就感觉 我突然 我不行 怎么还没有出发 我已经突然间 我突然意识到 又只剩下咱们俩了 什么 不是 其实这半年经历了挺多的 这半年我们从两个人变成 有我们初创的三个人 四个人 然后 天天的义工来了 多起来 大家一起做事情 创立了那样的一个空间 从现在开始到未来 就是我们要回归到 两个人的状态了 我这个哭也不是说不高兴啊 就是一种很感慨 就是很复杂的心情 一种生活的变化吧 就是 总要迎来下一个阶段 对 所以我们又要 就是 就是 博物馆的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到 现在就算是 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 告诉你一小段落了 大家后面的所有的 去完善 去优化 当然我们也会远程的 去做这件事情 偶尔也会 回到那个空间里 去跟大家见面 但是 从现在我们再次出发 活在云南 就是 回到旅行的生活了 我现在又 就是又开心 很开心 其实更多的是远行 这两年前我们刚搬来大理的那一集 就是我们从海外回来跟一箱聚 我们就落地在昆明 然后从昆明坐车 一路去往大理 然后那一集的时候 就有观众就是说 我还没公布 我们要去哪儿 或落地的是哪儿的时候 就有人说 我一看这个云 就知道是我们云南的 然后两年前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评论 我其实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就是 仅仅是看了天空的一个云 就说我就猜到是云南的云 但我觉得这一周两年以后 我也对云南的云 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然后我也觉得 它有一种特定的色彩 特定的跟你的一种距离 放一首音乐 那天 当时的一切 现在都已经是怀疑淡然了 但是呢 依然会认为是 We're friends Like this 很美好的一段时光 我看歌词 现在我好像在诗朗诵 不认啊 还记得那上映运回的野火 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 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 我小小的关怀跌跌不朽 感谢我们一起做了那么久 又再一次回到亮亮深秋 给你我的手 像温柔一首 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 我们小手拉大手 一起交友 你怎么还不唱啊 没有 我就是 收起了我的很多的那个 哇塞 要哭 很多的情绪 突然突然觉得很感慨 你怎么了 没有 我突然觉得 我突然觉得它里面描述的 很多情境 跟我们环球礼居的那个 时候很像 太突然了 我也不知道 今天 今天我们的情绪都很容易崩溃 就是 有很多的 一种自由的感觉 你感受嘛 草原的辽阔啊 然后 夏日的烟火啊 就是 会想起就是2019年的很多事情 哇塞 流泪了 你这个 原浅哥第一级 第一级高潮迭气 我们消瘦了大手 今天加油 像昨天会回首 我们下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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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这个从朝阳到夕阳 Roy和苏尔这一路是又哭又笑 又唱又闹 然后非常悠闲的自驾到了昆明 但是等到到了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今天晚上要看的那个游船 马上就要赶不上了 然后我们俩就是连酒店的check in都没有 是一路狂奔 然后来到了游船码头 就在开船的最后一分钟上了船 好 谢谢 久等了 感觉最后一分钟赶上了最后一班船 但是呢 整个最后这个游船的体验 我觉得还是很棒的 因为我们坐船就从来没有失望过 不管周围的景色是说特别的震撼 还是说小情小调很好看 但总之你是坐着一路走的 你就都不会觉得太差 全程完反了大概是5公里左右 时常是50分钟 也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个船船坚持 无时无刻不再顺着我们的春泉昆明 才有了昆明四季如川昆明春泉这样子的美誉 然后本地人当然可能觉得说你还要花钱买一个船票 但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 游这个这一条是盘龙江是昆明等于说非常重要的一条河 这个体验是很棒的 然后晚上就是看灯光 看这种倒影什么的 白天就是看两岸的植物的自然的状态 而且最棒的是在五月中 就是大家应该看过昆明的盘龙江两岸会开满兰花营 然后你坐着船就是一条兰花营的船 那个是这个最棒的一个体验 但是我们没有赶上好吧 明年五月再来 但夜间的感受也不错 因为现在这个温度特别的适宜 然后你坐在上面小风一吹 两个人聊聊天什么的 就是一个约会的好场景吧 对 很舒服 哇 我们现在要穿过这个瀑布了 哇 这个体验还蛮特别的 我们已经过去了 对 玻璃船 现在这个船尾的顶上升起来了 就可以拍照了 在船尾拍照 来 踏踏 踏踏 快不快 哇 好酷 可以有抓到我的脸上 哦 这边 我们的船 船的也有褲 我们的这个挺酷的 我们最后挑了一个 离我们酒店比较近的 在市中心的夜市 叫做南墙街巷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这个夜市的质量如何 都是露营 好酷 哇 很热闹 人很多 好酷 哇 然后你要踩到 这样的沙地 石头地上 是茶的 嗯 花茶 还有很大 哇 这片好好看 看大树下 然后有灯光 有帐篷 就自己画的 是吧 嗯 自己画的 这个好小哦 这种植甲盖是怎么大 哇塞 我好久没逛街巷了 我还挺多想买的 还有你可以买的东西 什么 比吗 钢比 对 搞得我看我画的 哦 这个好看 哇 这个好看 哇 这个好像好破 哦 这紫色的怎么卖呀 这只小一点的 这个360 小一点的360 是吧 嗯 这种有点青花 680 680 是吧 哦 这个是玉玺那边的风格 还是昆平这个风格 你们就玉玺的嘛 哇 哇 今天有点福了 哇 这边灌着很多小的 好可爱啊 哇 这家生意还挺好的 有羊奶奶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虎宝宝 虎宝 虎天意 里面有个小吃 虎宝宝 小老虎 里面有个小银铁 你可以把那个小吃 在那个虎宝宝上 你回去看这个 哇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哇 还送了我们一个礼物 而且礼物上还写着礼物 哈哈哈 一个宝宝 和一个老虎帽的宝宝 还有小虎头帽 天呐 这很精彩 这好可爱啊 现代 然后它有个翅膀 然后把它的翅膀 贴上去 对 酷 小小 上面写的小小心 好 走吧 东北的 东北的 有酒精吗 没有 来一个呗 摆里边的 你的 对 震惊脸 为什么我在东北 没有喝过 好 谢谢 谢谢 耶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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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他每天呆在机架摊门口 也太惨了 太香了 我们现在拖着非常疲惫的身躯 回到了酒店 因为今天其实是一早起来 在家里收行李收拾家 然后自驾了五六个小时 到了昆明 紧接着就是赶船 赶夜宵 到了现在 在吃夜宵的时候有一个 一个感觉就是 吃的东西吧 其实在大理都能吃到 就是大理和昆明 它的区别没有那么大 但是 就是 整个心情和状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旅行 你玩什么或者看到什么 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带着的一个心情是 每一餐饭 每一个食物 或者每一个风景 是你特别享受 特别欣赏 特别去留心 去注意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一直在路上 一直去到新的环境的一个 一个理由吧 就是让自己永远保持这个好奇心 这就是我第一天的一个感想 好 那就休息啦 然后明天我们还有 满满的昆明 一日游的行程 让大家好好的 也是带我们自己啊 第一次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个城市 晚安 我们是Roy和苏 一对边旅行边唱歌 边拍视频 边讲故事的神雕侠侣 关注我们 一起拥抱世界上的千百种生活吧 请不吝点赞